大家好,我是黑同谷歌 欢迎观看我们这期的《生化危机4》重制版的游戏视频解说 来了,经典的狗狗花园 原版当中这段场景还挺绕的 不过重制版这个迷宫区变大了 但是就没有那么复杂 可以一条道直接走完 甚至还有循环的进路 我们这里先可以用奴剑 把这几个乌鸦打掉 当做一次抽奖 看看会不会掉什么好东西 期望最高的就是掉红宝石 不过平时的话能掉点火药已经算不错了 这个射出去的奴剑还能再回收回来 我们这关会多次用到奴剑 然后这个台子上面有一个拉杆 拉杆拉动之后 可以算是开启这道门的机关之一 不过建议这个先不要拉 我们把它留着最后再拉 这样的话会省很多事 我们先过来 然后这里的箱子可以打开 旁边这个箱子固定会出一个奴蛇 没成功 我想试试奴蛇扑过来的时候 能不能用架刀弹反 背包格子不够了 不过按照计划可以把大条的鱼吃了 可以腾出不少空间 这里的话我们准备好狙击枪 提前预苗 这里有个狗狗 给它其实现在的威力打中身体的话 也能一击秒 我们尽量苗头 然后贴着左侧的墙壁过来以后 先开这个桶子 继续贴着左侧走 这边有一个急救喷雾 还有一个发条小人 我们现在是第九章 所以开始第九个 每张有一个 继续贴着左侧的墙壁走 然后过这边的 这应该是我们刚才进入进场的阳台下面 然后到这个位置前面有一个狗龙 里面有两条狗 这两条狗可以从这个角度一穿二一枪干掉 不过要注意一下 左边的狗注意它是退回来的状态 然后右边的狗是撞过来的状态 一枪打中前面的狗的头 然后另外一边就穿到狗的屁股 一枪就可以给它秒掉 所以一穿二就可以给它干掉 这里固定会扑过来一条狗 我们预先秒好 然后在这个位置切出狙击枪 把这一个狗给它干掉 然后往前稍微走两步 瞄到这个位置等一会 好 这种狗比较多 然后继续贴着左侧的墙壁走 到这里可以有一个宝箱 华美的气盘 一个宝物拿上 然后我们继续贴着左侧的墙壁走 就可以有一个亮台 这里有一个机关 机关拉下以后 刚才我们要走的这道门上面就会有一个旗子降下来 而这个旗子会有一个标石 是一个路 一个路一样的一个动物 标志 这个标志我们之后会经常看到 然后开启这里的铁门 开启之后这里会分一个三岔路 右边的这条岔路可以到我们刚才狗狗的这边 然后还有一个箱子可以开 然后继续贴着右边走 从这个岔路过来会走回到我们最开始入场的这个地方 看这道门这里 然后又是高台 我们前面说过高台的机关我们先不拉 不过现在我们先爬上来一下 从这个角度 这个位置可以有一条狗 我们可以提前给它打到 当然从不来这里打也可以 不过就需要我们快速的进行一个应对 把它打完之后继续贴着右边的墙壁走 过来 不过这里有一个岔路 我们先过来把这里的箱子打上 然后反回来 然后这个位置就是刚才我们打掉的这条狗 要偷袭我们的方向 它会从正面过来 拿鲜弹枪也可以 有防备就好 然后这边会有三条狗会比较麻烦 因为它们有三个 如果放跑的话 之后它还会绕过来咬我们 我们先在面前丢一颗奴剑雷 然后往里面丢一颗手雷 然后冲过来的这个一般会被奴剑炸倒 然后剩下的话我们就慢慢给它击破 有一个会冲出来 另外两个会被手雷炸翻 总会有一个炸不到的 这个难免 所以我们就灵活应对 做好准备 它如果爆虫的话 血量会重置 尽量不要让它爆虫 现在枪打断它的爆虫 然后这边还有一条狗 我们在这个位置给它狙掉 狙击枪子弹看似不多 但其实是完全够用的 就在这里 这边是有一条狗 这个狗在这个位置 这可能看不到 从这边看 看到这边 这边有一个尾巴 看到了吗 在晃动 我拿狙可能看会好一点 拿手枪也能打到它 但是建议不要打 打了的话反而会有麻烦 先记住这条狗 我们刚打到它 其实没有打死 只是惊动了它 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如果说是拉动拉杆 并且跳下去之后 它的位置会刷新 并且会向我们扑过来 这是第二个机关 然后拉动第二个机关之后 我们在这个位置 定发奴剑雷 主要是阻挡敌人用的 免得他们跑掉 然后跑到这个位置 就会触发三个敌人 他们会去追赶Ashley 我们尽快地从这边跳下来 冲到最前面的这个 会被奴剑雷拦下来 当然你手够快的话 也可以把它打到 但是稳妥起见 还是用奴剑雷 然后把这三个教徒 迅速地都解决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条狗 他在会这个时候突然参战 如果刚才惊动他的话 他就会这样 只要把这三个教徒干掉 Ashley就安全了 因为Ashley会在原地蹲着不动 就在这个窗口的这个位置 会蹲着不动 但是你把这三个教徒干掉的话 Ashley会自己跑过来 这应该是设计的机制 故意强行让Ashley碍事的 只要他能跑过来 就不会被背后的这个教徒追到 他跑的 这个教徒也跑的特别快 打腿居然没有把他打卡 还记得刚才那条狗吧 这条狗就会在这个花园里面乱窜 他会来 经常会来袭击我们 实际这条狗要怎么应对呢 就是在刚才我们看到的时候 就不要打他 他不会在刚才 我们这个在打这些教徒的时候 出现 他会出现在哪呢 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拉杆 在这个位置 我们在拉他之后呢 他会出现在这个位置 我们只要拿在这个位置 拿手枪点就行 然后另外一边呢 也会出现一条狗 我们先拉下拉杆 这样一来道路开启 就会 也不是刷出来的狗 是从其他地方来的 这个位置就是刚才那条狗 就可以拿手枪点掉的 然后另外一条狗呢 那边的话 我们也是用手枪干掉就可以 其实只要打掉这两条狗就行了 剩下的狗呢 听起来好像很吓人 爆虫了 但其实不用管 大部分的时候不用管 旁边的弹药没有剪 是因为之后还会再来 而这个弹药呢 是不会刷霉的 这个地方就是 快要到五厅了 首先这里有一个蓝牌 我们先打掉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宝物 是一个亚历山大石 现在呢 这个商人 在这个硬核难度下的商人 这里就会解锁新的改造项目 应该说是改造等级 我们先卖掉这些宝物 然后呢 优先将这个惩罚者的威力升满 其次将我们刀的耐久 升满 然后呢 再其次将狙击枪的威力升满 再其次是限弹枪的威力啊 这是这个优先级别 先深惩罚者啊 因为我们是以实用的角度优先级 然后呢 然后呢 同时呢 也会给大家进行有一个验证啊 这里有一个悬赏 要打掉六个蓝牌 我们已经打掉了一个 然后呢 这里有很多柜子啊 看这有一个 这边也有两个柜子 这些柜子呢 会固定出子弹啊 我们用它来 方便我们把子弹数量抬起来啊 抬起来做什么呢 我们等会做一个验证啊 我们先先这个把这件事情放到后面啊 这里又有一个悬赏啊 要我们杀掉三只老鼠啊 这三只老鼠呢 这里有一只 这里呢 是餐厅啊 非常奢华的一个餐厅 然后这里有一个舌头雕像啊 刚才Ashley也说了 正面那里也有个雕像 不过呢 他的这个三个头不见了 这是其中之一 原版的时候 我记得做视频就给大家说过啊 就原本的那个餐厅 应该是有一个比较规模 比较大的解谜 但是应该是看起来 这附近还留下了文本提示 后来应该是砍了 不过呢 重制版这里呢 就把它做成了一个解谜了 解谜是需要我们啊 这里有个蓝牌先打掉 解谜需要我们坐在正确的这个椅子上 然后按下他的这个铃儿 就是这个 但是呢 需要两个 而他的提示呢 就是刚才我们在墙壁上看的这个两幅画 根据他们的这个餐具判断座椅的位置 一个是刚才Ashley做的这个位置啊 三个餐三幅餐具和这个面包和酒 然后呢 另外一个餐桌上做的人就是两幅餐具 但是没有放吃的 正确的按下铃的话 这个铃声会很清脆 这里稍微多坐一会儿的话 还会有这么一个对话 是一个雕像蛇头 这个雕像的这个零件我们要三个才能开启这里的机关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上二楼 右手边这里呢 也有一个房间 那房间是骑士厅 然后呢 这里吊灯上有一个蓝牌 我们给它打掉 这个骑士厅呢 我们先不下去打 我们就捡一下东西 说不定能当你的护甲 我不太喜欢这些老古董 真可惜 你穿上肯定特别帅 你会被你说过的话后悔的 这里关键是捡到一个小钥匙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蓝牌 我们这个先把这个蓝牌打 但是不要下去 下去的话的战斗的话 建议有这个红点秒准会更容易一些 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打这个赶时间的话 就直接跳下去打吧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需要验证的东西呢 就下面打的这个敌刃呢 它是会掉尖金石的 但有的时候又会掉手枪子弹 有一个说法是手枪子弹较多的时候 让他不要让他这个出发手枪子弹的掉落 这样的话更容易掉尖金石 然后呢我们等会就可以来验证一下这件事情 我们先来这边 我们趁着手枪子弹比较多 先来这边 然后呢这边之后也会补补上很多手枪子弹的 这个位置呢会有一些这个教徒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走廊 这个走廊呢 其实是一个陷阱机关 如果我们再往前走呢 这个陷阱机关就会降下 然后会有一个这个红衣主教啊 他会操控的其他的这个教徒爆虫啊 非常的难缠 不过呢我们有办法来应对 这边还有一些教徒啊 可以爽居他们 但是呢这些其实都是欺骗性的啊 让你觉得这里好像没什么难度 实际上呢这里的话 要化解要先往这个地方扎一根奴剑雷 或者说适当的时机扎个手雷 奴剑雷会更容易一点啊 然后自此呢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用奴剑了 我们就可以给他放回去 这里有个红 黄绿红 这个急救喷雾就不用了 我们把它存起来 然后到这儿再往前走啊 会触发奴剑雷 有一个会拉动机关的这个教徒啊 他就被奴剑雷拦住了啊 这个起平台就不会降下去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红衣主教啊 我们就直接穿透他打后面的啊 我们这个子弹打空正好也就能把他打死 因为我们的惩罚者的威力深满了 然后这里拿上这个羊头的话 还会额外再出三个人啊 让他们全都来吧 我们拿的是惩罚者啊 就是打这么一个走廊穿透了 非常的爽 非常非常爽 如果说是有拿木板的敌人的话 可以拿现代枪把他的这个盾牌轰掉 不然他会挡我们子弹啊 也可以直接丢一颗手雷 我这里选择用这个 打出硬直体数牵制 让他们集中起来以后 一颗雷全炸死啊 很爽的 这段即使不用守雷 光用惩罚者穿啊 都很爽 尽量缩小准星的话啊 效率会更高 他这个准星缩小以后 有7%的暴击率 而且是这个暴击的状况 是分开敌人单独算的 好久没用过这招了 原版常用的技巧啊 一个体数把敌人踢飞 然后上去一顿刀戳 好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现在手枪子弹差不多废完了 可以在这个位置 把所有的这些瓶瓶罐罐 都给他打了开箱 这样的话掉落子弹的概率会更高 几乎这里是100%掉子弹了 就趁的 因为这些箱 这些罐子本身就是 补充子弹 子弹掉率比较高的啊 在你子弹充足之后呢 他们就会掉钱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提前要给他打开 这样掉落的子弹就会更多 这两个罐子也是 大分收啊 这还有限弹枪子弹 这边可以跳下来 然后这里有一个蓝牌 有很多画作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宝物 是一个黄宝石 然后刚才打掉的红衣主角 还有一个红宝石啊 方形红宝石 正好可以跟我们的项链就凑成一套 这里还有桌子上固定会有的这些物资 闪光弹和一个小物资 还有绿草啊 物资非常充足 用这样的打法的话 惩罚者啊 子弹打完啊 最多也就费了 这里和手里不用手里都可以 只是为了个爽 因为后面的话 投掷物 爆炸物暂时不需要留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刚才的这个 红色的这个方形宝石 好这里的东西都拿完了 我们返回 这个宝石可以镶上 很爽 理财理的不错啊 就全程都不缺钱 甚至在前 甚至钱都多的没出花啊 到这个阶段以后一下子 只要一解锁五级的这个升级 很快就升满了 主要其实武器性能方面的话 装弹啊 备弹啊 射速啊 有些其实不需要啊 尤其是像这个 线弹枪这种 本身这个正爆枪的这个射速就挺快的 好现在呢我们要积攒一下手枪子弹数啊 做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测试 我们要将手枪子弹 备弹数提升 然后呢 看看它是只掉尖金石 还是依然会掉子弹啊 这个我其实已经多次测试过 然后已经确认过结果了啊 这里就是呢 找一个机会给大家也看一看啊 我们现在把这些柜子都打开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柜子是固定会 必定会出子弹的 但是出多少出多少发就不一定了 我们用这种方式将我们这个子弹树抬起来 可以把刚才的这个卖了 然后呢刚才我们打够了尖金石对吧 获得了五点的啊 我打够了这个蓝牌获得了五点尖金石 我们可以用这些尖金石啊和之前的凑起来 正好可以买这个红点瞄准镜啊 红点的这个激光瞄准器啊 它可以使得我们的武器在射击的时候呢 一直保持准性缩小的状态 也就是7%的暴击率啊 这个惩罚者的是这样的啊 不缩准性4%啊 缩了准性7% 而这个其他的手枪是不缩准性3%啊 缩了准性8% 我们先将之前的这些给它装上 然后呢去另外一边啊 还这里其实算是解谜提示 但是其实也不算解谜了啊 就算把这三个区域的关卡都打掉啊 就可以拿到过关道具 我们现在有33发的手枪子弹啊 下一个场景还可以再减到15发啊 加起来的话就很多了 就是这里啊 我们之前在这里打了个蓝牌 就在这个位置啊 已经打过了 我们试一试啊 如果说是能有一次它掉子弹 而不掉金金石的话 就确认了它掉了的这个方式 掉落的这个情况 跟我们的子弹术是没有关系的 它掉就掉啊 不掉就不掉 这些寄生虫骑士呢 我们可以抢先手第一个打一下 然后呢 后面再补枪啊 其实就可以打掉 因为我们的狙击枪威力非常大 直接就给打死了啊 第二个来来 哎 倒下了 如果说是比较危急的情况下的话 就用这个线弹枪爆头啊 打弱点 如果说是像这个 它单打独斗啊 就一个啊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用狙击枪苗 打完这两个又会来另外两个 但是呢 有一个它的弱点会在后背 不过呢我们 不着急处理 这个阿什利呢 会给我们 投掷丢这个灯 一样它的攻击是可以被我们的刀招架的 如果完美招架的话 可以直接打出它的硬直 害怕奇灯的火被定住的时候 非常适合我们用狙击枪打 这个是单独的一个 哎呦不好打中 哎乱晃 好家伙一共三个灯你丢了两个 好没关系啊 这个阿什利会在上面帮我们丢三盏油灯 我们把第三盏油灯利用好 让那个油灯呢 打掉这个其中 这三个骑士当中有一个会比较 难 命中背后 就是他啊 我们就站着让他们集中起来 哎好有了 最后是他 这还剩一个 我们把他们三个的虫都打出来 因为三个的话场面会比较混乱 所以我们直接丢一颗闪光弹 然后其实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 在最开始的那两个骑士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掉手枪子弹了 不过呢 我们也同时看到了 他掉手枪的时候 出了这个箱子的图标 所以其实是这个 背包箱子的这个手枪子弹掉落 提升的被动啊 发动了效果 使得他掉落的是手枪子弹 你真没事吗 没有被烧到吧 没事 谢谢 你真是帮了大忙 我们现在领取一下战利品 附近的这些罐子 高盖率的都是掉这个子弹的啊 因为这场战斗啊 他给会要多给一些补给 附近还有一些固定的一些物品 我们都给他减上 这个就很肥啊 然后这个 Ashley又会帮上面帮我们丢这个火啊 原版的时候是不能 没有这个Ashley帮忙的啊 只能说是他爱事啊 把他留在这个房间外面 这里的话Ashley还会丢这个蓝虎 帮一帮我们 帮助非常大 拉下这个双马尾之后 这个地方呢 又有刚才悬赏任务的另外一只老鼠 这里又给了两个罐子作为补给啊 如果之前弹药没补够的话 这里的罐子是随机掉落啊 如果说弹药少的话 他就会补上 我们现在手枪子弹非常多 刚才拿到了一个方块啊 这个方块是用来开锁的啊 主要是可以开启这个 这关里面一些宝物啊 找到对应的形状 然后呢把它插到这个插槽里 就可以开启这里 的锁 看我们主要可以找一个对应的啊 比如说他各自有特点 我们比如说 照着对应的找这个方形的凹槽啊 盯着那一个看啊 其实就可以了 这里会拿到一个三槽蝴蝶灯 我们之前的三颗黄宝石 正好可以给他箱上 这就可以卖个高价钱了 确实全都是最好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优先升限弹枪的威力 不过钱还差一点啊 我们卖点子弹吧 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啊 如果说是这个箱子的被动发动的话 可能会覆盖掉我们这个掉落尖金石的机会 不过这种情况呢 比较少 而且呢 这依然是一个概率啊 不是一个确定性的事情 总之呢 这是一个我们手枪子弹即使多了啊 也无法避免的局面啊 所以就任命吧 该是咋样是咋样啊 不用强求 不必要把子弹堆够 然后再去打这个骑士啊 这边呢有几条狗啊 但是呢这个狗 其实我们不去理他 跑过去的话一般也没有什么威胁啊 如果有的话啊 怎么说呢 就打呗啊 但是一般来说他不会来影响我们 这里的话 现在我们第二次来到这个水池 这个水池 这个水池原本是三条小鱼一条大鱼 这次来的话会刷新啊 并且是两条大鱼两条小鱼 然后以后还会再有一次机会来这里啊 那就变成了三条大鱼一条小鱼啊 我们是大鱼用来吃小鱼用来卖啊 单个站格空间来说的话 小鱼更适合卖钱啊 所以我们把大鱼捅死了 然后小鱼拿走 不等会去卖钱 然后呢来这边 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看过啊 这里有一个门啊 需要有人啊 配合我们才能开启 就是这里 这里还有一个骑士 我们先把这个骑士干掉 因为他只有一个啊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狙击枪收尾啊 他被我们踢开之后呢 会比较固定的形式晃动一下啊 熟练以后抓住时机啊 直接一枪就可以给他秒掉 来吧 我们来把Ashley推上去 推上去之后呢 不用等他 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啊 到之前我们与埃大啊 这个久别重逢的房间 其实久别重逢的房间 其实也不是这里了 是那个之前村长的房间啊 这里会有三个骑士啊 刚开始走到距离以后呢 会触发两个 我们先把这两个干掉 因为这里有两个嘛 所以我们一个用线弹枪快速的解决 剩下另一个呢 我们先给他打出弱点啊 有红点瞄准以后会更容易 但是呢我们看到也可以使用这个架刀的方式 完美弹反之后呢 也会打出硬直 不过尽量不要用这种方式 尤其是专家难度下啊 专家难度下我们要尽量避免使用这个架刀格挡啊 只有在危机情况下 赌一把来使用啊 当然如果是熟练的话 就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这里把这旁边的抽屉用小钥匙开启之后呢 旁边的这个骑士也会醒来 我们再把他也干掉 这招过程中 Ashley也不会碍事啊 不过这里的话 Ashley即使在这儿啊 也没有什么威胁啊 因为Ashley被打一下的话 他会跪倒啊 然后这个骑士就打不中了 威胁不大 把这里的骑士打完啊 都会固定获得尖金石啊 我们前面说过 如果要是他不掉尖金石的话 一般可能会是我们背包箱子的这个子弹掉落的这个情况出发了 被动出发 就拿到个堕落神像啊 然后旁边有两个箱子 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个萨拉哲家的祖谱啊 这个祖谱的信息量就比较大了啊 怎么讲了这代各代陈主 最早的陈主是封印了这里的恶魔 应该就是说他这个寄生虫 而到这个拉蒙这一代的时候呢 他的母亲为了治拉蒙这个奇怪的病啊 估计可能是近亲结婚的那种遗传病啊 而把这个恶魔给这个招来了 为了为了治他的病啊 居然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其间还有一些陈主呢 各式各样的陈主都有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啊 才使得现在的城堡有了如此的规模 有的做好的贡献 有的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 哎就像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皇帝一样啊 把之前的东西卖了啊 小卢月卖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先看现在啊 现代枪刚才已经升满了 接下来的话就是匕首 升级匕首啊 匕首的威力升购 升满之后呢 匕首就可以解锁这个最高级的改造啊 我们也是这个匕首的最高级改造也是有用的 好 我们拿一条大鱼 当做我们之后的这个补血道具 反正现在格子空间够嘛 不够的时候呢 我们再把这个鱼丢掉就好 这边这条狗啊 他已经过来了 他已经来了啊 这个狗的弱点其实不光是头 在他爆虫之后呢 背后的虫和他的头啊 都是弱点 都好瞄啊 你只要连续向他开枪就可以了 这条路呢 其实就是开头 我们前面爬上高台的那个狗打掉之后呢 其他的就不用管啊 基本上只要跑的话 他们一般是追不上你的 刚才呢只是一个比较少见的情况 一般来说即使被打的话也果断跑掉吧啊 待的越久越危险 如果追的这些狗打的话是很浪费时间的 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刚才这个商人的这个房间啊 有一个算是密道吧 就是这里会有一个缆车啊 不是缆车啊 这个像观光的这个观光车一样啊 他可以把我们带到这个进舰厅 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等到之后下一个章节啊 或者说下下个章节再来啊 但是呢主要是坐这个车的时候可以看到 Ashley会问一样一句 你不会晕车或者晕别的吧 主要会有这么一段对话 然后呢回到这个进舰厅呢 他会有两个宝物啊 值得我们回头来 其实是三个啊 会多出一些敌人啊 会掉方形的这个红宝石 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用方块开启的这个锁 再有呢用小钥匙开启 我们现在是缺一个小钥匙 所以其实这里呢我们不去 而且呢就是刚才我们指的这道门呢 可以从内侧开启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开啊 因为我们需要利用它这个锁着的这个状况啊 看还认了这里是哪吧啊 我们之前打过这个喇叭 然后这里呢我们之前没有看啊 就是这里有一个生态学啊 寄生虫及其生态学第二卷 主要介绍了一些啊 这个现实中有的有一些寄生虫 他们的能力除了寄生以外还会控制宿主的一些行为啊 其中还说到一个要采釉的一个吸虫啊 就是这个寄生虫啊 这个可能大家没有见过啊 如果往上搜的话非常的精神污染 之前热播的那个动画电剧人里面的那个片头啊 里头就是那个马骑马给电刺喂的那个那个蜗牛 那个蜗牛就是感染了这个寄生虫的蜗牛 我们到站了 好我们只是给大家看出发看一下啊 就是可以带着Ashley来做这个轨道车啊 主要其他也在没有机会了啊 所以其实原版的时候是必定会带着Ashley来做这个轨道车的 原版设计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没有要走回头路的啊 都是必经之路啊 反正或者说是一些进路 但是这个重制版里面要为了拿这些宝藏啊 需要走这样的回头路 所以这点上的话其实原版也有啊 就是拿到那个免费的折翼蝴蝶的时候 是需要带着Ashley一起走回头路的啊 但是呢不需要走两次回头路 重制版这里要走两次回头路 所以这点的话其实嗯不好评价 机关开启下一道门 原版玩的时候就说咋还没有里昂被这个笼子关起来 来的这个情节啊 原版的时候里昂被笼子关起来的时候 还会有这个那个瞎子金刚狼是吧 里昂开始秀操作 枪枪爆头 为什么我用这把刀的时候就不能直接插头呢 这段是一段Ashley的单人情节啊 我觉得重制版这段改的特别好 就是原版的时候呢 Ashley是被这个从头到尾都是被李昂拯救的部分 而这里的Ashley呢就是之前李昂在那个花园那里 刚给Ashley说过啊 你不能逃避要去面对他啊 李昂跟他一样也都感染了一个寄生虫 要勇敢的向前走 然后这个Ashley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境遇 明显就跟之前不一样 之前就是被操控的情况下 然后吓到了 现在的话就非常勇敢 就受李昂的这个鼓舞 但是难免还是会被吓到 别这么吓唬 这里的Ashley就受到李昂的这个鼓舞呢 就鼓起勇气要救李昂啊 原版的时候是Ashley自救啊 李昂在外面等着 这里有一个机关啊 在不同的难度下呢 它这个机关密码答案是不一样的啊 不过呢在知道密码的情况下呢 也可以提前开启啊 这个辅助和普通是一个答案 硬核和专家是一个答案 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正常的流程走啊 继续往前走呢 这里是一个图书室 有非常多的藏书 然后这个电梯呢 我们现在也打不开 需要钥匙 有个狐狸 这个狐狸其实在这个 应该是生8还是生7啊 也有见过啊 这个狐狸标本 反正这个生化的这个RE引擎 各种这个资源回数 是这个狐狸是在生2 生2的那个那个那个标本房间里面有见过 这个布遮着的东西看的还挺吓人 还会发着干吱干吱的声音 这里的话放上提灯以后会打开一个密道 然后这边有个机关摇动之后呢 对面的对面这里会降下一个楼梯 之前看文本就是说像这样的机关 应该是其中某一带城主扩建 然后修了过度的机关和这个防御公式 其实就是我们的关卡设计师 这边钻进去会有一个宝箱 正好可以用我们刚才拿到的钥匙开启 第二把钥匙是正确的 对应让钥匙上的图案对应它这个箱子上的主题 优雅的箱水平 这里看钥匙的时候其实这个虽然游戏时间没暂停 但是背后的这个盔甲是不会追过来的 哎呦 怎么回事 那个厕队 这哪天啊 别贵了 你怎么诃 叫他们现在 对啊 但监控尼 是apor你是我们的 旁边拉动拉稿的人就在门口 但是铁栅栏开启不了 然后这里说到一个图书管理员的笔记 暗示了要开启这道门的话 需要他们家族徽章 不过这个虽然是主要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他被困在这里 图书管理员被困在这里 那他人呢 这个门刚才是教徒过来拉开的 那他是怎么进来的 又是怎么锁上的 挺奇怪的 这个不会是这么多血迹 感觉像是会有场景叙事 但是好像又看不出个什么来 然后这里拿了一个字条说中 然后表示了一个用罗马数字 写了一个7和12 如果能看懂罗马数字的话 就知道他这个指的是7点 这里又可以用刚才的箱子 钥匙开启一个箱子 可以拿到一颗蓝宝石 然后我们用刚才纸条上获得的信息 将这个钟表的指针 10针调到7 分针调到这个12 这边的话我们会迎面遇到一个盔甲 但是使用我们这个提灯照射他一下的话就可以把它定住 就和之前这个 好 我们现在将这个钟调到了7点 但是呢还要等一会儿 快来 快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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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这些盔甲被周围的这个蓝色的火光照射着 所以没能动 不过这个门要开启的话 按照之前的经验应该是要拉响这里的这个牌子 就他叮的一声 然后这个燃起火光 有一拉响以后旁边的这个蓝火也关掉 他这个拉这个灯的顺序其实是有讲究的 可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将这些盔甲骑士避开 并且呢还可以利用一些停顿啊 吸引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啊 调整走位 不过呢 在有Ashley盔甲的情况下呢 这些就都无所谓了啊 就直接直接跑就行 所以其实啊我们又有这个提灯啊也可以把他们控制住 所以其实无所谓 然后到这里呢 这些骑士会被旁边的这个蓝火的这个火盆阻止啊 他们就进不来了 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箱子啊 我们用最后一把钥匙可以给他开启 哎呦 按错了 用这个第一把一个舌头的钥匙 这是这里拿到最后一个宝 是个祖母绿啊 背过生来这一个金的骑士甲啊 但是呢可以看到他 微微的可以看到他眼睛里也有这个红光 看来里面有可能 呃 好不好说 这里呢会有一段小解谜啊 在这个 这个台子上放上这个合适图形的灯之后 这里的机关就可以开启 好 这就应该就是那个徽章了拿上他之后 就能救出里昂了 不过因为我们把灯放下了 所以我们就手上没有能够护身的东西了 听话都是乖骑士不要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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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正面迎来走过来的这个盔甲可能不知道的话可能不太好躲 你可以把它引到刚才稍微开阔的地方绕开他或者说先像这样啊 先贴左啊 然后呢靠近了以后再贴右啊 啊 这样把它来避开 附近有非常多的这些瓶瓶挂挂还有一些机关我们没有开启啊这个流的就是之后里昂来开的 没有 没有 不算是 哪一样的 不算是 不算是 那种是 不算是 也有点 我来接住你 应该可以 Ashley 妈的 那么好的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